看了我這麼久 相信大家都不難猜到 其中一定會有這個BECCA遮瑕膏 你看到我其實都推介了給大家三四年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都用了三四年 現在基本上真的有點乾的 但我都真的很喜歡用 它幫我遮瑕圈就好像Photoshop的光工具 幫我打光了它 雖然它是我最喜歡的遮瑕膏 但是BECCA已經離開了香港 而且就算是在外國的BECCA 你都看不到它因為它已經沒有出 我今天不打算把它納入我五件之中的其中一件 因為反正大家都買不到 真正的第一件我想大家都會猜到的 就是IPSA的三色遮瑕膏 雖然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怎樣 但我都說一下它是一塊鏡子 然後有三隻色 這個位置有些朋友說不知拿來做什麼 其實它是用來混色的 然後還有一支很小的掃 我自己通常都會拿來遮黑眼圈 首先拿了最深的這個顏色 搬了黑眼圈的位置 接著就混合屬於屬於膚色的顏色 加上去 那黑眼圈就會不過眼 當然它就沒有BECCA那麼好 但我用它都沒有很乾 也沒有龜裂 黑眼圈都遮到八至九成 如果你是需要遮暗瘡的話 你就直接拿這兩格 搬上你的顏色再遮上去 它很輕巧 有齊全都可以放在化妝袋裡 拿出街保裝也很方便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它裡面的掃 太細了 用來遮暗瘡是OK的 但用來遮黑眼圈呢 我覺得有點協助不了我 通常我都會用我沃少許遮瑕掃 去遮黑眼圈 不過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你可能就會覺得它有點難用 因為又要調整自己的顏色 又要上涼層 Maybolline Fits Me 我之前在美國買的 香港現在不知道有味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IG購物 或者在一些水貨店找 我喜歡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的質地很薄 但它有一定的遮瑕度 它是一支像唇彩 扭出來用的 一個比較creamy的形體 我通常怎麼用的 就是把它當成光影 放在我的額頭 鼻涼 而且很大範圍地放在這個位置遮我的 即是道三角形 大範圍地遮上去 再拿我的beauty blender 它可以幫我減淡 同時也可以幫我打擾皮膚 因為我這個是20號色 它比我本身的皮膚白一點 但我不會用它放在眼底的位置 不是因為它乾 因為它的遮瑕度不算很好 還沒遮到我的千年眼袋 這個是一點都不乾 但遮瑕膏來說 它的遮瑕度不算很好 不過可以接受的 好快來到第三支了 就是這個很多很多人都推介過 又便宜又好用的collection 我忘了它叫collection 還是collection的2000 我已經掉下來了 它跟剛剛的Maybelline這支 其實是很像的 質地一樣是比較creamy的液體 它的遮瑕度相對比Maybelline這支 高一點 不過相對地它的質地都會厚一點 我用它放在我眼底的位置 去遮我的千年眼圈 都可以遮到七八成 同時都不會乾 不會有龜裂的情況 很多朋友都推介過它有便宜又好用 其實它和Maybelline這支 都是挺推介的 如果你本身是預算不多 還是讀書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兩支裡面選其中一支 但選哪支呢 就看你自己想要 你說你真的很多瑕疵 你真的很想遮瑕 你選擇collection這支 它的遮瑕度是好一點的 你說你本身還在讀書 其實想那個臉色 均勻一點 遮遮紅人 我覺得Maybelline這支其實不錯 所以這兩支真的很差不多 就要看你自己想要遮瑕度高一點 還是比較貼一點 我自己比較喜歡用Maybelline這支 因為我是on top加上去的 很快就來到第四件 這兩支可能大家不太經常聽到 這個它叫做airbrush diver的遮瑕膏 你看到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比較深一點的油色 然後一個是黃色 這個很明顯是用來tune色的 多數我會用這個深一點的顏色 加在底下 然後再用它來混合遮瑕膏 我本身喜歡的膚色 用的時候就要用遮瑕掃點 用一點在手背上拖開它 用很輕很輕的力 慢慢一層一層的加在黑眼圈的位置上面 這個質地是很薄很薄 一般的遮瑕膏薄很多 但它又可以幫我遮瑕膏的 如果用它來遮暗瘡 效果不算很好的 跟ipsa那一樣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可能會覺得有點難 因為它要把顏色的 這個呢 這個牌子名字 我不是很肯定怎麼讀 NUT SIT STIX 都是打給大家看 你看到這個 是一個圓筆狀的遮瑕膏 很多時候圓筆狀的遮瑕膏 它的質地會比較厚一點 而且比較高狀一點 而且比較難推 但這個呢 它是不知為什麼 出來的效果是很甜很方便 我很少把它放在眼底 但很多時候就放在嘴邊的位置 去遮我的嘴角 或者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不容易推開 就變成我用來遮瑕膏的時候 它會保持得好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走位 這樣很方便 隨時拿出來想補嘴的遮瑕 遮瑕的嘴角 再擦它 然後再上你自己想要的唇膏 這樣就可以了 這支呢 我也是最近放在我的化妝袋裡 以上這五個呢 就是我自己比較喜歡 比較推介給大家的遮瑕膏 很多朋友都推介了Claire Deport 我也有試過 它的遮瑕度是很高的 但我覺得它的質地相對 比較厚一點 當我放在我的黑眼圈的時候 就會 我覺得厚一點 我自己本人就不算很喜歡的 我不是覺得它差 但我自己就不算很推介 這些有時候很過人的 其實我記得自己上次說的 下一條是粉底的 但我最喜歡那兩個粉底都被我用完 但我擠不到出來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我打算買那支新的 才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次就暫時呈獻著 不知道我最喜歡的遮瑕膏給大家 那我這次的分享就這麼多了 那如果喜歡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 還沒訂閱的朋友 快點訂閱我的channel 我們下次再見 Bye 希望大家會盡快拍多條文 但這次的集運有點阻滯 這堆東西呢